1974年7月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 在技术阵地解决 并处理了数百个技术问题号 运至发射阵地 在这里将对火箭 进行起数调装 和垂直状态下的 各项功能测试 最终实时发射 此时信心满满的人们 还不知道 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 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国驻舰 长空力鉴 下集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12月15日 一群华发苍蝇的老人 齐聚郑州 他们就是当年发射风暴一号火箭的 东风基地发射二重队的官兵 老人们相聚在一起 谈起当年的老连队 至今难掩心中的骄傲 从二重队走出来 齐位将军 齐位将军 二重队的成长 培养了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 和组织大型实验任务的优秀指挥人 为我国的航天实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单副风暴火箭发射任务的 是成立于1959年3月的发射二重队 它是我国最早组建的两个导弹发射中队之一 全版完成我国第一枚仿制近程导弹东风一号 我国自行研制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 我国唯一一次导弹原子弹结合实验 我国第一颗原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等测试发射任务 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 被原国防科委评为硬骨头六连式中队 确实是硬骨头六连 它没有坑不动的骨头 所以这个日子弹的精神就这个精神 坑骨头的精神 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1974年7月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 在技术阵地解决并处理了数百个技术问题后 运往发射阵地 此时信心满满的二中队官兵们还不知道 他们这次遇到的是一块真正的硬骨头 骨头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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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一个 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我开始心里骂的钟还不够 现在的话说摸掉了一层皮了 死不好 睡不好 尽管风暴一号是一枚让人头疼的火箭 但是二中队官兵依然苦苦地坚持着 为了拔好火箭上天前的最后一道质量关 时任基地副司令员的张志勇 也天天待在发射阵地上 为了这次任务 他亲自的坐镇发射厂 在检查测试过程当中的今天 他每天都摟个凳子 就坐在发射塔架旁 这张志勇是一个老红军 曾经达到我们高台林泽这一带 然后后面西路军失败了 他才一个人跑回到远安去 这老红军白天在那儿给我们一块支撑任务 这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 是晚南事变和红军西路军的幸存者 战争时期与部队失散 被误解叛变都不曾放弃 依然信念坚定地走了过来 他就跟我们讲 他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共产党 都要跟着共产党自由 我要跟现在的什么是 不忘抽薪 老爷私民 那都是最好的教材 他这个就是 他根本不考虑个人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国家的新中国的成立 那么我现在要为国家的强大了 我来做这一件事情 他自想把这个工作做好 经过三个多月的不懈奋战 发射前的测试工作全部结束 张志勇带领相关人员 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在北京 身为中央专委会主任的周恩来总理 正在等待着这次天资第一号任务的相关情况 张志勇副司令单队来嘛 来到四个人 四个人 有些情况呢 一直要到北京回报 给周恩来回报 他人民的安全问题 国家的安全问题 国际纠纷的问题 外交问题 他都要讲到 所以给钱学生呢 好几个人呢都讲了 无能如何的 发生事情呢 这次发生一定搞得太大 搞得好 不要出问题啊 听取汇报之后 中央专委批准 同意风暴一号火箭按计划发射 展开加注塔架工作台 1972年8月9日凌晨5时 火箭加注完成 发射程序进入五小时准备 突然 一阵急促的声音传来 一百八十度翻过去 翻过来 翻过来 马上跟报告中央 报告中央 中央 一直报告到中央 无论时候不要出问题 出问题后 我等于出问题 跑到那就这样 陀螺平台作为火箭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 是保持火箭飞行姿态的重要方式 此时出现这样的重大事故 除了更换 别无选择 但此刻 装满燃料的火箭 就是一颗威力无穷的炸弹 稍不注意产生静电或者火星 整个发射场将面临灭电之灾 这种条件下 更换陀螺平台 危险可想而至 这一点 张志勇十分清楚 但这位出身入死 容马半生的将军 却在此刻 亲自爬上了发射他家 漫长的七个小时之后 陀螺平台终于更换完毕 所有人都长长地输了口气 一分钟准备 8月10日上午8时32分 风暴一号火箭终于点火发射 而就在火箭起飞后90秒 因陀螺平台飘移量逐渐增大 火箭偏离了预定航向 最终火箭头部落在 新疆托克逊县城 西北二十多公里的河滩上 风暴一号火箭首飞结果 并不圆满 但火箭的总体设计方案 得到了充分验证 有史以来 那是最长火箭在发射上 停留最长的时间 在吉利厅房 118天也创纪录了 从来没有过的 可见就是说 这个风暴 我创纪录它这个质量 问题很多 气敌阵长空车轮跨山河 1973年6月4日 第二发风暴一号运载火箭 运地发射场 随同一起到来的 还有长空一号卫星 尽管有了测试发射 风暴一号火箭的经验 但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各种各样的故障 被一个个解决 然而在任务的巨大压力之下 测试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最不应该的 人为操作差错 那个手一捧 把他开关给动了 要动 从这个开关拍拍 从这个热八腹 啪要到死人五腹 然后就向中央转位回报 中央转位向周中立回报 周中立很生气 科学试验 没有严谨细致的精神 是万万不行的 停工三天集中整顿 这也让人们充分认识到 试验作风的重要性 他自己都弄了 一天也不吃不喝 那个眼睛变性 这个虚高练了 本来拍了一种 这虚的眼睛也看不着了 这个你要跟下面暂时做工作 领导评评 你是爱护你 你不能把领导评评 你当个包袱 那个不行了 要把他当动力 这个才对 重新把你各个单元 测试之前的预想 防事故这个组织由重新制定 讨论 从这个事情以后 以后他们都很重视了 对吧 以后怎么的 这发任务 没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尽管对于人为操作差错 总理提出了严厉批评 但更多的还是鼓励 这也让所有餐食人员 深感责任重大 设计上它可能有东西吃不透 对不对 具体的细节 它也会出现问题 然后呢 有些的产品 这个元器件 这个生产的过程上的控制 它也可能出现 就是故意出现问题 有的话材料 它也要出现问题 所以它自然 故障率就比较高 1973年9月18日 经过一百多天 艰难测试的风暴一号火箭 点火发射 然而起飞后不久 火箭便因二极发动机 没有启动而失控自毁 火箭和卫星残骸 落于甘肃省临桃县境内 一年之后的1974年7月12日 风暴一号再次发射长空一号 依然因为二极火箭发动机故障 卫星未能入轨 任务再次失败 接二连三的失败 让所有参使人员 仿佛跌入了万丈深渊 担负测试发射任务的 二中队人员 更是痛心疾少 失败了以后 人们都是吹头丧气 因为大家心里总是有一个戒 在心里头 一失败都有个戒 哎呀又失败了 这啥时候能胜利啊 那很沉痛的 因为这个东西失败了嘛 甚至很大了 没有完成任务 大家都很沉痛 心情都高兴起来 哪能高兴起来 反正完成任务好 大家心情好 完成任务不好 大家心情都不好 前学生上来 他说我们又交一次学费 是这么说 大家不要气雷 试验不能说是 这个必须成功 我们期望成功 但是失败 也是可能的 受到极大震动和深刻教育的 还有风暴一号火箭的研制人员 他们认识到质量手的重中之重 一味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 最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随后他们又一次 对风暴一号火箭进行改进 东风基地 包括二中队在内的广大技术人员 也始终选择坚持和坚少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和坚少 他们最终迎来了成功 失败还是要干 失败了站起来再干 是吧 不达猛的却不罢休 电话 1975年7月26日 21时30分 随着一声点火口令下达 风暴一号火箭 拔地而起 呼啸着直冲云霄 长空一号卫星准确入轨 卫星准确入轨 中国拥有远程运载火箭的时刻 不远了 四目就难了 多少群色 又打了第一颗 结果就是大卫星 打了十时掉下来了 这里是大成功的 大成功的以后 大家你们看 都喝这里 又苦的 又笑的 没有办法把肋骨就切到了 基本上这是五根肋骨 没了 这里边最后就生一张瓶了 那个形档的 就形档的 走出来 跳 跳 这样会跳出来 一边是身体每况愈下的妻子 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发射任务 张继华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我们结婚16年 我算了一下一年零十亿的月 真正在一起的事情 我回了最可能三年 三年当中一年 才也约了 最后就就就就 有了担当 那就是精益囚禁 正是凭着这种勇于牺牲 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 正是秉承着为国铸建 此而后已的初心使命 无论任务多么艰难 无论面对多少挑战 而中队官兵始终亦往无前 中队成立的二十余年间 几经变迁 先后有三批人分散遍布于我国各个航天发射基地 他们所带来的新兴之火 以辽元之势成为推动中国航天发展的强大动力 郭祖说日子在是个大学校 确实是个大学校 他陪了很多很多的技术人员 他输出他前过各地 这二重队的精神 可能带到这些发射场 应该是功不可没 是吧 二重队 之所以这些人能够很熟悉在那个领导盖方上 也应该是和二重队 唱起的这个实验作风 应该是就直接挂起了 此后的几年内 二重队官兵又成功进行了 多次风暴一号火箭的飞行实验 除了发射卫星 还圆满完成了两次端头载入大气层 耐高温烧食性能的考核任务 为后续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实验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共产党人最后还是要加精神的 有时候精神的力量 比物质的力量还要强大 尤其是我们当时在物质条件不行的话 我们靠我们的精神力量来创造出来 就是靠党的领导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另外就是靠我们同志们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因为有了信念 有了承担 全民族都希望我们强大起来 我们承载着这个希望 我们就有责任 就要敢担当 就要维持奋斗 1981年9月20日 风暴一号火箭以一箭三星的方式 将三颗科学试验内心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此次任务之后不久 中央作出决定 风暴一号火箭不再研制 其成熟的技术 应用到后来的长征系列火箭之中 这次一箭三星飞行 也成了风暴一号火箭的告别演出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 就在风暴一号此次飞行前 曾与它相伴多年的发射二中队 全体人员调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融入到那里的建设发展当中 在风暴一号火箭之中